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表示 105学年度扩大办理公私立高中职优先免试入学将招收4381名学生 公立学校招收1935人 私立学校招收2446人 招生简章今天公告 集结在地优质有机小农 有7个农会超市推出新北小农先铺后 受到好评继而成功打入超市 新北市农业局表示 从2011年开始在消费地观光休闲区 以及生产地农村社区设置的农夫市集 把最好的蔬果留给市民朋友 但市集多在周末举办 服务的市民有限 如今集合起来提供一般家庭来采购 以上是两点的综合讯息